同學說老師這樣好像醜醜的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畫面壞掉的那種感覺 可是呢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這個畫面壞掉的感覺可以不要出現 其實到底也是一樣 加兩行程式 就可以讓這個畫面壞掉的感覺不要出現 那兩行程式道理非常簡單 什麼呢 因為我不希望畫面一直在那邊更新 所以其實我們主要知道第一個 誰管畫面更新 畫面更新這個因為在Excel裡面 所以我們會需要知道 是由Application 物件 Application 物件實際上就指Excel本身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 Updating Screen Updating 畫面更新叫Screen Updating 如果呢我不要更新我可以在什麼 在開頭的地方喔 比如說做完之後 我可以在這個畫面 上面這地方 多增加一行 叫做Application 指的就是什麼呢 Application這個物件很重要 指的就是Excel 點下去之後呢 它會幫你列出一個清單 裡面的話呢會有叫什麼 Screen Updating 打一個S其實就出來了 Screen Updating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False False意思是說不要更新 因為剛剛不是一直在那邊閃爍嗎 切過去 不要幫我更新喔 不過呢 最後記得在End Sub上面 再幫我加一行 因為你不要更新 可是之後呢 做完之後呢 請你再把 不要更新再改回來 改成True 就是上面呢 先把它關掉 可是到最後呢 記得再把它打開 因為你如果不更新的話 那以後呢 該更新的時候呢 它也不更新 那可能就會出現問題了 其實就是 也很簡單啦 就是因為畫面更新是由 Application 管的 所以呢 我裡面有個方法 叫Screen Updating 其實你只要打一個S就可以了 點 S 它就出來了 等於 也不用TrueFalse也不用Pin 它會有個清單 False 好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畫面會一直在那邊閃來閃去 會卡住 現在會不會呢 驗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切過來喔 剛剛會卡住 現在呢 因為不更新嘛 所以按下它 它只是在那邊轉 但是資料就過來了 清除的話呢 再試一次 不過這招應該 對你應該比較有幫助 因為你應該常常遇到 那閃來閃去 因為你經常錄製劇集會切來切去 所以你只要在開頭加一行 等於False Screen Updating 最後再加一個True就OK了 這個 程式因為比較冗長啦 所以 細節部分 如果假設你有一些遺漏的話 可以參考 那我這邊是Screen Updating 我好像沒有把它加上去 OK 那這裡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覺得清楚啊 我覺得清楚啊